浙江盛中副院长,为常外科专家陈向东,曾对记者表示说,每年全球新发的胃癌患者大约有100万人,有半数在中国,其中20万例的人,因为胃癌而死亡,和乳腺癌,淋巴癌,肺癌这些癌症不同的是,胃癌发病往往伴有家族特点,家族中一人的胃癌,几年后经常出现另一人发现胃癌,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,一个是基因的关系,一个就是乙食习惯的关系了,在南京有一家兄妹六个人,从2010年到2018年八年间,先后有四人查出胃癌,其中还有一人因为胃癌去世,这个家族就有明显的遗传性原因,一个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内,有超过两人以上的胃癌, 说明这个家族的胃癌有遗传相关性,遗传性原因之外,就是乙食习惯的原因了,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那么肠胃疾病如果要发生,往往是一起发生,在武汉就有一对老夫妻先后查出胃癌,原因是喜欢这种家家都在吃的食物, 据武汉晚报,75岁的孙先生,被确诊为胃癌,医生未诊时候发现,孙先生一家特别爱吃泡菜,年年后,三十多年了,每餐没有酸酸辣辣的泡菜就吃不下饭,听到这样的饮食习惯,医生马上建议孙先生带老伴来检查,结果又是以绿胃癌, 说起泡菜,咸菜是中国老百姓吃了一辈子的食物,各地都有自己拿手的特色泡菜,河南起县腌菜,河北汤中东菜,山西的腌大头菜,这些高盐食物,是当地居民的鸭桌菜,泡菜,盐菜的特点就是咸和烂,在制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亚香酸盐,尤其是刚刚开始腌制的泡菜亚香酸盐含量最高, 长期吃这样的泡菜,有酸胃癌和食管癌,大肠癌的风险非常高,腌制的食物,含有较多嫩亚香酸盐,与人体中,癌类物质生成亚香癌,是一种容易致癌的物质,偶尔食用没有关系,但天天吃就容易增加风险,即便是腌制比较久的泡菜,亚香酸盐含量降低,可本身的含盐量依旧很多, 高盐食物会长期刺激胃粘膜,粘膜细胞突变的风险就会上升,这样就增加了患患病,甚至胃癌的几率,除了胃癌之外,长期吃高盐食物也会增加高血压,骨质疏松等多种慢性病的发病率。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食盐量是6克,而我国平均的食盐渗入量几乎比这个标准要高一倍,建议大家日常准备一个取盐的喝度勺,炒菜时的食盐的量进行衡量。 你有天天吃咸菜的习惯吗?你觉得吃咸菜会增加胃癌发病率吗?不妨再去留言,分享你的生活经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